2月6号台湾首例确诊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已经痊愈 他亲笔写下一封信 像这段期间明知有被传染风险 仍照顾他们的防疫英雄们说声谢谢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未免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努力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国确诊案例都是境外移入 并没有社区感染情况 这些都是防疫人员不眠不休的努力成果 唯一荒腔走板的就是由中方主导 第一批武汉回台包机名单 蔡英文说下一批要确立原则 在武汉的乡亲都是我们的同胞 是由中国方面所主导的这个名单 并没有符合当初我们双方说好的这些优先的顺序 只要双方能够善意的相互合作沟通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能力把我们的人民照顾好 随着疫情持续延烧 这一回世界卫生组织WHO备受争议 包括我国被排除在外也再度成为焦点 针对WHO声称中国疫情没扩张是港澳台病例激增 总统蔡英文只说WHO拿到的资讯显然不确实 再一次证明我国必须加入WHO的重造性 我们有没有机制我们自己看得最清楚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参与WHO WHO拿到我们的资讯显然是不确实的嘛 那在这种不确实的资讯的情况下 反而会造成WHO在处理全球疫情的时候发生错误吗 世界卫生组织WHO第146届执行委员会正在日内瓦召开 目前在执委会发声支持我国的友邦 包括史瓦蒂尼、巴拉圭、瓜地马拉以及马绍尔群岛等国 除此之外理念相近国家方面 则有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首度站在第一线表态力挺 德国更代表欧盟27国联合发言 这次可说是获得了空前的国际支持力道 原是新闻喜顾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